浙江一个老汉建房意外挖出血色石砖 接到消息的考古队立刻赶到前桥村大坟岗 此时房子周围已经围满了围观群众 想看看这个房子下面埋的究竟是何方审圣 考古队初步勘测发现 整个古墓长约三米宽约五米 发现红色砖石的左侧 很快又发现了一幅棺木 考古人员推测 这应该是一座夫妻合葬墓 女官已经破损碎裂 说明其早年就已经被盗 现场一片狼藉 棺内也是空无一物 就连女尸的遗骸也不知所踪 唯有男棺还保存完整 外部的石盖下 里面的红棺让人看了心生畏惧 清理完已经损毁的女官后 现场的围观群众已经越聚越多 防止迟责生变 考古人员决定立刻对男官进行发掘 然而就在这时 一个自称是赵匡胤带孙的男子赶来 阻止考古发掘 还说考古人员挖的是他家祖坟 这又是怎么回事 族谱证明这里确实是赵家古墓 但是按照国家文物保护法规定 800年前的墓葬是由国家来保护 并进行考古发掘的 不能由家族来处理 在考古人员的耐心劝说下 赶来阻止发掘的村民 终于同意继续发掘 而他手中的族谱 也让在场人员得知墓主人的真实身份 赵伯云自袁涛 他是始祖宋太祖赵匡胤第七世孙 原来七红棺墓的主人 是宋代开国皇帝的宗亲后世 族谱中对赵伯云最多的记载 就是他在此地当信令时 修建一座桥的故事 而他修建的那座桥五栋石桥 历经八百多年依旧完好还在使用 巧合的是 那座桥就在考古队长家楼下 跨越百年 这座桥静静地驻立原地 见证一代又一代的变化 经过详细讨论 对赵伯云的考古发掘正式开展 棺墓的外面是青砖器的墓顶 最里面是一具大红色的内棺 这是典型的南宋砖果石顶墓 主要以深埋为特征 既要埋得深 埋得密壁 还要防盗防水 这种深埋密壁的方式 也让赵伯云的墓葬 能完好保存至今 然而 这些对考古人员的发掘 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怎样在不破坏 内部棺木的情况下 把外面的青砖拆卸下来 然而 刚拆卸完 在场专家就提出了一个 让人匪夷所思的要求 那就是用电钻在七红的棺木底部打洞 那个时候我们想到 江南的地方 地下水位很高 你表面上看这个棺木 是密闭前很好保存完好的 但是也有可能地下水 是已经渗入进去了 过去800年了 实际上那些衣物可能是比较 都已经发生一点变化 你如果棺木 如果带着水去运输的话 然后在那个路上 如果一颠簸 火一晃荡一晃荡 那里面可能就就 也有可能会会瞬间的瓦解 就会浇成一锅汤 这样的一种 可能性是存在的 那个时候 我就坚决要求 在棺木底下要钻口 要把这个水放掉 当天晚上十点 考古人员在棺木底部打了第一个洞 棺内真如专家预想的那样 内部有水 不过水量并不大 为了让内部的水排得更快 考古人员很快 就在棺木的另一侧 又打了一个孔 这个孔一打开 里面的水简直是喷涌而出 水量非常大 足足放了一个小时 里面的水还没有排干 此时已经是凌晨十二点 考古人员决定 先回去休息 留下两人值班 第二天一早 考古人员就赶到现场 值班人员激动地说 棺木里的水到凌晨三四点才排干 这说明棺木里满满的都是水 浙江一个老汉建房 意外挖出宋太祖赵匡印第七十孙 赵伯云墓葬 七红棺木中究竟有什么 打开密封八百年的棺木后 是否能看到赵伯云身穿衣物依旧不符呢 为了不破坏棺木的整体结构 考古人员把极薄的木片 浸入棺杆和棺木的缝隙间 让棺杆跟棺体分离 随着木片的不断增多 棺杆已经分离得差不多了 工作人员迅速垫好四个脚 做好捆绑之后 开始垂直向上抬升 然而此时意外却再次发生 棺木内部像是有什么神秘力量 一直牵引着棺杆 让其始终无法打开 再次抬起棺杆 在场专家发现 棺杆内部仅仅连着一床丝织被 原来棺木内部的丝织物 随着水流的排出 粘在棺木和棺杆之间 如果强制分离 里面的这床丝织物会遭到严重的破坏 开棺工作又再一次陷入了僵局 对棺内文物进行仔细评估后 在场专家决定 先用轻便工具 对棺内粘连的丝织物进行分离 经过一个小时的小心操作 内棺盖上粘连的丝织物 终于被清理了下来 沉重的棺盖也终于被揭开 看到内部的景象 在场人员都长舒一口气 第二天一早 考古人员就抵达现场 将上面打开的棺盖移走 确认好里面所有异味气体 都已经被排除后 考古人员立刻对棺内文物 进行提取和紧急保护 最先被提取的是上方的丝棉被 下方则是一具 裹满了丝绸服饰的完整事故 此刻考古人员更加清晰地 看到了墓中的全貌 然而赵伯云的棺盖帽赤 因为太长已经碰到棺材两臂 有轻微断裂痕迹 帽子的顶部位置也因为长期积压 出现部分损毁 赵伯云尸体两边则有很多卷起来的陪葬物 考古人员测量发现 赵伯云的身高在170厘米左右 身上穿有多层丝织物 头骨因为时间久远 已经跟身体分离 小心移出头骨时 他们在两侧有了新发现 两个线穿起来的壁和水晶依然保存完好 上面还有文字记载 惊人的是 丝线上除了有黑色附着物 也保存得非常完好 花了整整两个小时 他们才将文物 以及上面的丝带清理干净 另一边 丝织品的清理工作 也在紧张地进行着 考古人员正在争分夺秒地 用排比和清水 对丝织品进行自己剥洗 去除上面残留的污染物 棺木那边 为了加快文物清理进度 考古人员同时进行头尾发掘 更多的丝织品被一一提取出来 考古人员马不停蹄地提取了11个小时 才将其中的丝织物提取的 只剩赵伯云身上的衣物 他们一共提取出20多件丝织品 一件玉璧 一件水晶环 一柄铜镜和一个香盒 让人意外的是 赵伯云的棺木中 除了两件配饰和贴身之物外 就再也没有什么贵重的陪葬品了 作为宋太祖赵匡印第七十孙 他的墓葬为何会如此清廉 这是宋太祖赵匡印第七十孙 赵伯云的棺木 考古人员正在发掘 他的尸骨以及穿戴的衣物 然而 因为已经历经800年 赵伯云的尸骨早已跟衣物粘连在一起 想要完整分离出来 非常困难 如果再耽误一段时间 墓主人的尸体和衣物都会干枯破裂 再也无法修复 为了稳妥起见 考古人员决定先对其进行密封保存 转移到有能力发掘的实验室 这是中国第一个专门用于室内考古作业的天野系统 进行文物接战工作时 24台工业相机会同时开启 顶部支架上的208盏LED灯 能对整个接取过程进行全方位的三维成建 赵伯云的接取工作是这座实验室接到的第一个任务 经过扫描 赵伯云身上的衣物共有八层 最内层里 赵伯云的双手骨骼深陷层层叠叠叠的绣筒 如果顺着衣袖抽取 产生的摩擦力很可能会让衣物损毁 考古人员决定先用胶带 将骨骼全部包裹起来 这样取出骨骼时 就会大大减小摩擦力 不至于将丝织物损毁 提取出的骨头都被编毫保存 又继续提取了整整两个小时 赵伯云衣物的接取工作 终于顺利完成 一共拆解出了八件衣衫 八条衣裤 一双布鞋 一双棉布袜 以及一只手帕 至此南宋赵伯云墓葬 出土的私织品文物 已经达到76件 其中包含一年四季的所有衣物 衣 裤 鞋袜 帽子 饰品 一应俱全 数量之多 种类之丰富 文式之精美 都是非常罕见的 这些文物 也被国内外专家 称为送福之冠